学的会用得着的家常菜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小炒三鲜 鲁笋和口馍都说15块钱一斤 一样来个半斤就够了 口馍上称之前去掉根 两个价格是一样的 一起花费13块钱 老板今天不是很忙 又帮我把鲁笋的老皮去掉了 刚才又买了点和虾 这种是最大规格的和虾 9块钱一两 这么多就20块钱 剪掉虾足和虾枪 再把虾包挤出来 这种虾都是野生的 对水质的要求比较高 它比养殖的大虾更鲜 吃起来更健康一些 这种蘑菇的学名叫做双包菇 因为和蒙古野生的口馍长得比较香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叫它口馍 把口馍切成厚片 鲁笋是去过皮的 如果买了那种很嫩就可以不去 斜刀给它切成小段 锅中水烧开 加上盐入底味 加上食用油 让超过笋的鲁笋颜色更绿 鲁笋下锅 超烫30秒捞出 另起锅加上猪油 下入生姜炸香 再加入和虾 开大火翻炒 把和虾炒红 加上黄酒和生抽 继续炒匀 然后加入香葱蒜片和小米椒 下入口馍 继续大火翻炒 蘑菇炒软 加上盐 白糖 味精调味 继续翻炒 把蘑菇完全炒熟 蘑菇的汁水都炒出来了 这个状态就是完全熟透了 然后芦笋回锅 芦笋本身就是熟的 简单翻炒几下就可以了 炒的时间太长 芦笋就不脆了 在起锅之前 加上少许的水淀粉 勾一个薄薄的芡汁 再翻拌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的特点就是清爽鲜美健康又营养 特别适合春天做给家人来吃 喜欢的朋友试一试 今天我也饿了 你没有饿了 嗯 你怎么不会没吃吧 要吃的面条 这里面的蘑菇你吃嘛 这蘑菇超香 过去烧开了 嗯 嗯 怎么有酒呀 把它放酒烧着 它挺纯香的感觉 这个吃这个我也喜欢吃 嗯 我也想 好香 这个我也吃完吃 嗯 好 我吃这么多 那我得你吃奶子 够 吃得多吃得多 这个菜吃得好香 这春天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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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